大家好,我是周永康 可能大家都聽岑武輝講過 昨天他說,還是前天他說 其實賀聯他們自己都會去談 去決定,星期四講 究竟接下來上北京他們會不會上 其實今天同學聊過之後 大家都覺得北京依然是需要上 即使你說中間很多所謂的橋樑 他都將大家一一排除在外 大家有時會問,去北京有沒有用的呢 或者你去北京,你覺不覺得害怕 或者你有沒有評估過的後果是怎樣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大家要害怕呢 我們怕了些什麼呢 大家由這個雨傘運動開始 第一天,大家看到警方用催淚彈 之後用警棍,用胡椒噴霧,用盾牌 你看到香港人其實已經不懼怕這個政權 是會用任何的方式去對待我們 當我們覺得其實我們走出來 是為了我們自己的未來而走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怕對方用什麼惡恨去對付我們 謝謝 大家想起公民抗命的時候 神武忽教會跟我說 他說他記得翻起就是 甘地 他們公民抗命 整個運動裡面,整個過程裡面 他們運動被捕入獄的人 是有六十萬人 六十萬人 所以我們想起香港政改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人 是會拿出這樣犧牲的預置 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 去跟這個政府說 我就是跟你拼過 我不會怕你 因為我為了我的未來 我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會走出來 我願意付出代價 我相信從運動第一天開始 大家走得出來 大家就覺得我們是豁出去 我們知道我們需要進退 有道 但是同時都明白 你面對政府 它是橫橫無理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拿出決心 去面對它 我近幾天 或者這幾個禮拜來說 為甚麼 大家要考慮 去跟北京政府說 我們香港人提出一國兩制 是應該尊重 應該捍衛 就因為你不斷跟特區政府說的時候 大家看到它 是一次一次卸博 一次一次失責 一次一次把那波扔去北京 大家想起 我們盤點 由80年代開始的歷史 80年代 30多年代 我們香港人走過的路 你說80年 講回歸 講中英談判 香港人從來都沒有參與其中 你們大陸政府 和英國政府 兩邊談完 扔出來一條文 就告訴他們 香港人以後的路這樣走 97年以後會這樣 到89的時候 大家的記憶肯定比我們更深刻 大家都經歷過 很多人經歷過 可能上過的經歷 可能親眼經歷過 但大家那時候 都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 89年 你說這個政府 這樣對待他的學生 這樣對待他的市民 大家很深刻感受到 就是97 看著97所謂的大限 大家日後面對的政府 就是一個這樣的政府 你說他以前極權 是他極權 今天之後他有沒有進步 有些人說他進步 有些人說他倒退 但確實 他曾經有這樣的歷史 他曾經有這樣的脈絡 曾經香港人是這麼清晰 感受到就是 第二天其實大家面對的政府 即使今天看到特區 他背後依然操盤的 背後依然掌握著權勢的 依然是同一個政府 同一個政權 但為什麼你說97之後 到今天 我們說一個兩制 說港人治港 說高度自治 彷彿忘記了 其實上面 面對的那個政權 或者面對的那個政府 其實都是我們需要面對 龐大的巨人 香港人 你經常有人會同意 或者用我們的雞蛋 對方的高牆來比喻 但是我們 就是一夥又一夥 無堅不出的雞蛋 我們很願意撼動它 這個運動正好是顯黎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除了應對的 是特區政府之外 我們是不是再會 重新檢視過 我們過往的策略 我們過往真正面對 阻擋著我們社會進步的源頭 到底除了特區之外 是不是背後 還有所謂的巨人 頂住在這裡 幫它所謂推波作難 繼續惡化香港的生活 25年前 香港人是很清晰的這個記憶 他們知道他們未來 面對著什麼問題 他們面對著什麼政權 97之後 十幾年 大家會不會再認真看看 當我們說 香港問題是香港了的時候 沒錯 我們要繼續提倡 因為我們是一國兩制 我們是光人治港 我們是高度自治 是香港人的意見 應該受尊重 香港的事務 應該是香港人自己的決定 因為我們都深深明白 香港人是香港的主人 這個是一般的事實 沒有人可以質疑 沒有人可以動搖 如果不是 我們都不會為了我們自己 為了我們下一代 可以前仆後繼地走出來 這個是香港的精神 新的施司山精神 但是面對著政府 我們同樣要盤點 我們接下來的路應該怎麼走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政府不斷會賦予它意義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時候 香港人也要對它重新定義 我們要堅守我們的原則 我們認為它應該要走的機制 不應該再由所謂特區 所謂中聯辦 所謂的大富豪 去壟斷香港人的民意 去壟斷香港的民情 去曲解香港的狀況 你說本地一些所謂的代表 它就一而再再而三 拒絕幫香港人傳遞它的信息 告訴北京香港的民情是怎樣的時候 它失職 它不做 確實這個是制度失效 你看到這批所謂的代議士 將所謂在機制裏面的制度 一一封鎖的時候 我們同時又需要問 它不做 不代表我們不做 正如今年政改諮詢 第一輪諮詢階段 政府是如斯不堪的時候 它搞得差 它不處理 不代表我們會容忍 我們會站出來 正如今天 大家一樣站在那裡 坐在那裡一樣 去北京政府是一個嘗試 直接跟它說 直接質問 香港人的一國兩制 應該重新定義 我們不知道它會怎樣對待我們 但是 我們很清晰的就是 北京是一條線 但是香港的本地抗爭 我們依然要繼續 依然要持續 近幾星期 很多朋友 大家都會覺得 我們的運動 必然要繼續推進 因為我們 有這麼多的香港人 走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重拾以往三十年 我們做到很多可能不足的事情 每晚可能這幾個星期 或者幾個星期的吹水會 在不同地方的聊天會 大家都會覺得 社區 我們都要重拾那種精神 重拾那種脈絡 有些人都會想過 就是 下社區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很多很實際的事情 可以做到 我們十八區的網絡 是不是可以重建呢 我們這些人 怎樣相應 去正視地區的問題呢 你說上個星期 其實有個遊行 去中聯辦的時候 有些朋友走到中西區 他跟市民說的時候 不單止是說 我們是普世價值 我們是人權 我們是公民權利 是應該怎樣捍衛 他更加會實地 扣連回當地的議題 地鐵通車 港鐵通車 整個社區面貌會重新改變 舊區會拆 樓價租金會上升 這個時候 其實你見到 在地區的市民 其實大家都會去刑事 看著這個問題 會覺得 他們自己 確確實實 是面對著一些 生活上面的問題 怎樣扣連回政改 這一點都是 我們接下來 其實學生希望 去跟不同的團體 民間團體也好 其他朋友也好 接下來下區去做的問題 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會盡力去嘗試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框架 但同樣我們都要理解 就是我們香港人 必然會是 繼續在香港這個地方 爭取更加多的人 參與這場運動 因為民心 香港人 將他們納入 所謂黃絲丹的陣營 香港人的陣營裡面的時候 大家對於這個政權 就有更加大的力量 去撼動它 我想這個 無論短期 還是長遠來說 大家都必然 是會繼續抗衡 清場 我認為絕對 不是一個問題 他清場 學生一定會公民抗命到底 你想起今地 他60萬人 願意被逮捕的時候 那種 是何其龐大一種道德力量 壓向政府 換省社會 這個確實 是以個人的身體 個人的意志 去喚醒更加多的人 了解 明白 這場運動 其實正在做什麼 有人留下 有人 散去再聚 這個都是大家策略上的不同 但我相信 必然的就是 大家經常 他會清場 但我想大家心裡 心裡都明白就是 他清場 他打壓 但大家 必然是會再回來 因為我相信 沒有人是會懼怕 他用任何的方法打壓 由他928 開始用暴力方式 對待市民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 已經踏上了這條路 就是相信 對方 越暴力 越無力的鎮壓 只會顯得他 越橫橫無理 當香港人是不懼怕 正如這一個月 大家在不同地方 所展現出來的怕力和毅力的時候 正正是對對方最大的威脅 當然 這個需要更加多人參與 但這種意志 這種精神 這種態度 正正是接下來這個運動 我們繼續 必然是會秉持下去 並且令到更加多人去覺醒 更加多人去明白 我們其實目前 是在做什麼 一句說話 有些人會說 政府 你吹雷彈 可以驅散一時的人 但是驅不散一代的人 這個928 開頭當天 已經注定了 這個不僅是一個 兩個 三個人 他面對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一整代人面對的問題 我們一整代人背負的問題 我們一整代人背負的問題 我們一整代人背負的使命 我們願意撐下去 我們意志告訴他 我們一定會跟他捏到底的時候 我們必然會朝著 換成更加多人的方向 去加入這場運動 所以希望 接下來 我們都會緊守不同的崗位 正如很多義工 他們最近都面對著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責難 很多的壓力 我相信在座每一個人都是 正如很多的朋友 可能有老師 可能有不同的界別 他們的人士 早上他們有不同的職業 但是晚上的時候 大家都會聚集在不同的佔領區 但是緊緊聚集佔領區 當然是不足夠 所以接下來 當我們去不同的地方 作出不同的抗衡 作出不同的宣傳的時候 希望我們都會團結一致 這是令到我們運動 繼續走下去的必然方針 也是必然良方 希望在這裡的收到朋友 大家也可以撐下去 香港人 加油 我也印象中 好像很久沒有跟周敬開一起上台 剛剛 上去之前他跟我說 我上去說兩句 但他上台後 他又說了200句 我也知道很冷 我也儘量長話短說 關於清場 關於禁制令 關於公民抗命 我們都會重申一次 我們的立場 一定會留到最後一刻 警察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不會 用自己的雙腳去離開 因為我們很清楚知道 這是一個公民抗命行動 如果他要清場 要開回夏國道 要開回彌敦道 要開回銅鑼灣的話 就麻煩警察 將我們逐個拘捕 逐個抬上警車 我們會負上公民抗命 應該負的代價 應該負的責任 這個也是 我相信香港人 或者參與雨傘運動的市民 和梁正英政權最不同的地方 我們是有原則 我們是有承擔 我們是有信念 我們雖然是參與雨傘運動 我們知道自己 在做一個違法的行為 但我們更加清楚知道的 違法的背後 爭取的是一個理想 爭取的是一個價值 爭取的是為了香港人 為了未來 三十年、五十年 甚至是以後的香港 都可以落實一個更加民主 更加平等 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民主政制 所以我們會願意為了這些價值 為了願意 會願意為了這個香港 去付出 去背負公民抗命 背後應該有的代價 可能有些人會說 這樣做很愚蠢 這樣做很傻 這樣做不值得 或者這樣做 對於我們來說太大犧牲 但既然 我們說梁振英 沒有底線、無恥 說中共不按照原則 沒有自己相信的價值行事的時候 我們去對抗這種無恥的精神 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堂堂正正 堅持自己的價值 堅持自己的信念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說 擔心我們會受無謂犧牲的話 我會回應一句 或者我會跟在位者說 跟當權者說 我們… 這是一句… 引用一句 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 馬丁路等的說話 是非常令我印象深刻 我會引用這句說話 和當權者說 我們願意… 以我們忍受苦難的能力 去和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的較量 而我相信… 我們絕對是能夠戰勝 終有一天 民主會降臨在這片土地上 即使未必… 是這次預算運動 即使未必 這次立即可以落實公民提名 但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 一定會繼續抗爭 而公民抗命 被拘捕 甚至是將來被檢控 就是這次運動 相當重要的一環 顯示給政府看 我們是有承擔 我們是有擔大 我們是尊重法治 我們絕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再說一句 真是超動 大家真的要穿多衣服 是超動 沒問題 我們偷偷的天下 對… 那麼… 感谢观看